嗨,大家好,现在我在巴基斯坦首都的富人区 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下在巴基斯坦买一瓶酒是有多么的困难 因为他们95%是穆斯林,穆斯林是不允许喝酒的 富人区的话很多地方都是住别墅的 别墅区里面是什么都没有 一套别墅的价值大概在七八十万美金吧 就是首都的一个价格 我现在所在的一个区域就是有很多的鞋子楼以及商场 但是他们的也没有什么高楼 很少,极少数的高楼 现在我去找一家小卖店和超市看一下有没有酒 这是一家小卖部 这里的冰柜里面卖了一些饮料,果汁 但我看是没有含有酒精的饮料 薯片,冰淇淋,我们问一下老板 Hello, sir I want to buy a bottle of beer No, we don't have it You don't have? No 这个老板告诉我他这里是没有酒的 然后他这个小卖部门卖的东西也比较单一 OK, thank you, bye bye 然后现在我要去下一家店再问一下 然后再找一家大的超市 这一家小卖部我看卖的东西还比较全 有很多的花生瓜子饮料 这个冰柜里面也是没有酒精饮品的 咱们问老板 Hello, sir I want to buy a bottle of beer I want to buy a bottle of beer Beer? Beer no Beer no Oh, where can I buy? Where can I buy? Where can I buy? What is this? V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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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板也告诉我是没有的 OK, thank you 拜拜 巴基斯坦 真的吧 真的吧 他跟我说巴基斯坦中国有1万岁 这里有一家稍微比较大的超市 我看到里面有卖一些奶粉以及各种日用品 什么茶类的这些薯片 我们再看一下他们的冰柜里面 他们的冰柜里面到底卖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这是荔枝饮料 这个是苹果汁 雪碧可乐 然后就没有带酒精的东西 咱们问老板 Hi, sir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I want to buy a bottle of beer Beer me? Yeah, beer No beer No beer No beer, sir No beer OK, thank you 老板跟我说这里没有啤酒 他们有卖洗衣粉 茶奶粉 洗发水 这些都有 但是就是没有Beer 就是我借酒销求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去一家餐厅看一下吧 这是一家还比较高端的餐厅 还有喷泉 我们进去问一下有没有啤酒呢 Hello, excuse me I want to buy a bottle of beer, sir What? Beer? No water Beer? Yes, yes Beer is not available You have And, parcel and dining OK 这个小哥不会说英语 所以他给我拿了菜单 这上面都是没有啤酒的 有咖啡、茶 No beer? No beer No beer Where can I buy? In Pakistan very difficult In Pakistan no have? No have OK, thank you 小哥告诉我呢 在巴基斯坦买一个啤酒是非常困难的 他说只有在很高端的酒店 比如说万豪这样的酒店呢 才会有并且要有许可证 所以我现在去万豪 OK, thank you sir Bye 现在呢 我来到了巴基斯坦最好的酒店 万豪酒店 五星级的 然后这是我的朋友 吴俊朗 曾经是不是习大大也在这里住过 他2015年的时候来巴基斯坦 然后就这个酒店 哦 这里应该会买得到酒吧 听说最高端的地方就会有酒 可能给我们试试吧 来吧 Let's go Good to meet you Thank you 刚才吴俊朗呢 去那个酒店的餐厅 问了那个服务员 他说这个酒在这里面是不允许卖的 他们把卖酒的一个部门呢 专门移到了酒店的外面 因为这里是政府也不允许他们卖酒 而且这个地方的安保人员是部队的 刚才他找了那个大长官 就是部队的大长官过来呢 然后交谈我们才允许拍摄 酒店的经理说了也没用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国外的非常贵重的人 都会在这里来住 就比如说西大大还有沙特的王子 英国的王子对不对 对 OK Let's go 我们出去了 我们现在出来酒店的外面了 就是刚才有人给我们介绍说呢 这个地方2005年的时候是吧 对啊 有那个某某班在这个地方前进酒店 然后被打死了 打死了 就被部队打死了 现在一个塔利班也没有 他很安全 所以说他们里面就有部队对吧 对啊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个万豪酒店的 另一个门了 然后他卖酒的地方呢 就在这个小房间里面 走我们进去吧 关了吗 关了两天开 刚才俊朗呢去看了那个房子 然后要下午两点才开始开卖 下午两天 而且外国人才能买 你是不能买的对吧 不能买 穆斯林不能买 如果你要买酒的话怎么办呢 我们穆斯林不可能酒 穆斯林是不可能喝酒的 所以说 如果说当地非穆斯林买酒呢 是需要开一个证明对吧 对 他证明他是非穆斯林 然后 所以在巴基斯坦是没有酒吧的 餐厅也是不会提供酒的对吧 在家里可以 还有他们在房间里面可以给你们喝酒 对 所以在巴基斯坦来了 大家还是尊重当地的习俗 然后不要喝酒 所以在巴基斯坦是买不到酒的 非穆斯林可以喝酒 对对对 然后 在整个城市只能找到这个地方买酒了 拜拜